好民众党中央委员会今天中午是在这个党部召开了 那么是由柯文哲主席来亲自的主持 那么其实会中啊除了讨论到这个先前 因为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有四位请辞 那么今天也确定是有三言一序地步 那除此之外呢也讨论到补选的事情 一起带您来听 在这一次的这个几个补选区 大概是有六个左右了 那当然之所以会在麦聊这边来做一个博选的话 主要的状况还是看到说在整体这个得票的一个表现的部分 确实是相当的不错 那因为看起来在总统票的部分是将近34% 就是说和绿营在伯仲之间 那也赢过了这个国民党的一个部分 那包括在政党票的一个部分 在麦聊这个地区的话 其实也是高于平均的 那再来的话其实在这个地区的一个部分的话 相对来说这边的就业机会相比之下的话是比较多 所以年轻人口也比较多 所以我们评估说在这个地区来说的话 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有竞争力一些 所以在这边来做一个推排 那至于你提到说其他的一个地区来说的话 目前也都正在评估说 我们可能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形式来做参与 然后跟英道尔发言人其实也被问到说 另外针对这个国民党立委汪小林 他提案说这个未来总统选举应该改成二轮制 就被解读是不是要来卡科文者呢 对此民众党的发言人是表示说 不用需不需要先预设立场 那么是尊重每个委员的个别提案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